热门瓜主 数字地下 皮诺 花海等选手一兆 一行重拳出击惩治当事人 作为一个大众留言讨论的平台 贴吧被大家手熟知 但这绝对不是某些人的逍遥法外之地 在临近kpl春赛开赛之际 我们都非常期盼自家战队的状态和实力 并且有些粉丝已经买了到现场的门票 可反之也有一些黑粉在蠢蠢欲动 同时还有数字地下的黑粉头子 这部最近e-star官方发布了一条公告 公布了几个贴吧对一星选手诋毁的ID 而且已经用绿蚓警告 此事件是因为该贴吧用户火旋威等三个ID号 在平台对武汉e-star pro的选手 发布了侮辱 辱骂等人生攻击内容 经决着歌查阅后 该贴吧用户甚至还批了选手的黑白照片 一次有制作遗照的行为 做法非常恶劣 其中还包括成都A级的Eno的选手 不仅让e-star粉丝非常愤怒 A级粉也坐不住了 导致粉丝们不仅回骂该贴吧用户 而且还给俱乐部施加压力 让俱乐部也跟异性一样出来打压黑粉头子 如今看到A级官博除了上次警告 布里兹粉丝蹲点俱乐部外 并没有对此事件发声 不过A级粉也不必着急 因为被e-star add出来的三个ID 早已经被平台捆计 可恶的教训了该用户 相信如果他还敢继续出言不逊 律师涵定会送到他家 其实提到火权威这个ID 他发布的内容一直以诋毁内涵选手来搞热度 一般的热度都是被骂才起来的 时不时还会抱歉KPL的寡 可明显这种方式不贵长久 最后搞笑的是 火权威在申请进入KPL八百群时 不仅被拒绝还被管理人谩骂 称他为兴之邪笔 悲重粉丝点赞大快人席 不得不说 此ID已经犹如上街老鼠人人喊打